為什麼你要出來搶麥克風 出來質詢出來嗆議員說不要消費家屬 這和市長選不選總統完全與我無關 和我有關的就是自己人三個字 自己人就是這個當時的意義 局長不可以這樣子 他在講話你不要 他請你回你再回好不好 局長 我想在你的記憶中 我應該是第一次 第一次請你上台 對吧 沒有事情我也不會無緣的去刁難你 但是我這一次我們這個小組 在總質詢的期間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們在質詢市長 在質詢治安 那你會站在台上 請問一下為什麼你會站在台上 然後搶麥克風 請問一下關新聞局什麼事情 簡單回答 向議員說明 因為關心治安那剛好當時的一個重大的治安事件 有一些和我們有一些關聯性 所以我們還是站在這裡 但是我們五位議員裡面有提到跟新聞局相關的任何業務嗎 有人提到任何一個事情是跟新聞局相關的嗎 我想那天有提到自己人三個字 自己人 然後我問你 侯友宜市長是不是要去選總統 這個我想不是我的業務喔 你不知道 不是你的業務 今天就是要質詢市長說把新北市 顧好再去選總統 結果你在那邊搶答 沒關係我們再回覆一次 來 沒有 保護大家所有市民的安全 自己人 先把新北市民的治安搞好 再去選總統 你議員不要消費家屬 搶麥 霸氣搶麥 有人請你上來講話嗎 有人請你 跟新聞局有什麼關係請問一下 因為自己人三個字在當天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好 連續兩次 連續兩次搶麥克風 所以議員 我不曉得這個業務跟你們新聞局有什麼關係 我想這自己人 你看 議員不要消費家屬 我們什麼時候消費家屬人 因為報告議員 市長是不是去選總統 我們想 市長這個選不選總統 並不是我的市政業務範圍 所以我並不會 出來質詢出來嗆議員說不要消費家屬 這和市長選不選總統完全與我無關 和我有關的就是自己人三個字 自己人就是這個當時的議員 局長 局長 不可以這樣子 他在講話你不要 他前你回你再回 好不好 我們從頭到尾 對不起 好 要讓他講完 他請你回答再回答 不然大家聽不清楚講什麼 我們從頭到尾 在講市長去選總統 請把新北市民顧好再去選總統 這個邏輯聽得懂嗎 那請議員可以 當時說話的議員可以把它說得更完整 很完整 我聽起來就是把新北市民顧好 我想即使是在座的所有的媒體朋友也都聽得非常清楚 我們當天講的就是自安槍擊案 所以當時講的自己人就是新北市民嘛 我們都要多一點同理心 我們都要對家屬有多一點同理心 我們從來沒有講到家屬耶 從來沒有講到那個被案跟我們新北市民關係耶 從來都沒有講到新北市政府跟這個槍擊案有任何關係喔 這三個字有所連結 主席你看我們在講話然後他們這樣講話 好時間暫停一下 時間暫停一下 我想這樣子啦 我們大家議員同仁也都是也都不是新手啦 如果你們請局長講 局長開始講的時候你就讓他講 如果你不讓他講就說局長停 然後你再繼續講 局長也是一樣 如果議員說請局長回答 你就充分回答 但是如果議員他們在你回答的過程中喊停 我們就停好不好 不然這樣的方式其實都得不到大家所要的 而且呈現出來是很不好看的畫面 好不好 好時間繼續 好 局長很清楚啦 當時我們就是要求新北市長把治安顧好 那我不曉得你站上來然後搶麥克風的作風是什麼 戶主也不是這樣子啊 我們當初講的是把新北市的治安顧好 再去選總統 自己人顧好再去選總統 結果我不曉得你跳出來幫你們新聞局回答什麼 我看不懂耶 報告議員 我剛剛也說的蠻清楚的 當時的重大事件和 那是你們講的啊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你們 自己人三個字就會有一些影射性在 所以我也是必須要保護自己人 局長未來不要再這樣好嗎 好 那個 那個局長請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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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